美国总统大选选情进入白热化阶段 从第一次总统辩论到第二次总统辩论 短短两个星期时间 特朗普黑材料不断 11年前勾搭人妻 还出言不逊的影片 自然是这起辩论的主菜 敌人见面分外眼红 加上大嘴巴几个小时前的记者会买下了火药 希拉利和特朗普没有握手 就开始交锋 特朗普当然是要澄清猥亵门 辩充只是男人之间关起门来胡乱吹牛的言论 接着话锋一转 重提克林顿的不忠性丑闻 更谴责希拉利曾经为涉嫌性侵女性的前总统丈夫辩护 行径更为卑劣 那是讨厌室的讨厌 我不是很羞愿的 我是一个人 特朗普重提克林頓家族 最不光彩的醜事 希拉利并没有强烈反击 也拒绝文姬起舞 继续追击特朗普勾搭人气影片 这场辩论在两个小时前结束 宣称采取市民大会的形式 有选民提问 两名候选人各有两分钟作答时间 双方都发言大约40分钟 比例相当平均 在回答过程中 也不断抨击对方说谎 交锋点比第一次来得更火光四射 看来 如果这位 谢谢大家